请报告你的姓名 我叫王耀武 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说的就是你吧 你说的没错 新中国成立后国军战犯王耀武都与您等 都被分批转移到了北京功德林间 王耀武是一个聪明人 他积极配合功德林守卫的工作 可以说是有问必答 可排在他后面的国军中将文强 可就不老实了 我站开 现在核实你的身份 请报告你的姓名 你知道我叫什么 你手里拿着我的资料 也得明知故问 你是听不懂中国话吗 请报告你的姓名 我忘了 忘 你是不好意思说自己的名字吧 你这个叛徒 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叛徒 我不是叛徒 文强在本剧中的名字叫刘安国 刘安国是黄埔三期毕业的 他年轻时曾在周总理介绍下加入我党 后来虽然脱党投靠国军 但一直到当上国军中将 他也没有加入国民党 所以守卫说他是叛徒 刘安国是不能接受的 你是国民党中将 你竟然没有加入国民党 奇怪吗 代理知道吗 在你们共产党眼里 那可是头号的特务头子 可是他到死 都没有加入过民党 守卫小战士被说懵了 刘安国则趁机说起了道理 他说中国的革命千头万绪百折千转 没有永远的敌人 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让我来告诉你 你们的毛泽东 还有周恩来 还有董毕武 还有林伯区等等的 当年 他们都曾经加入过国民党 不懂吧 搞清楚再跟我说话 这个烦动派 我不准你来这儿胡说烦动 我不准你这儿 不准你这儿 别动 两人越吵越凶 还是陈长杰上来劝家 这才解决了此次冲突 其实在建国初期 这些小战士们 都是把国军战犯 当作战场上的敌人对待 他们对刘安国等人 没有好脸色是正常的 这部小战士 就来找宫德林所长抱怨了 我不舒服 而且很不舒服所长 我们一路穿过枪林袋 你九死一生 到这里还不是来 给他们服务的 所长王英光 其实也很妥妥 毛主席周总理 给他下达了这部 改造战犯的任务 可需要改造的 除了国军战犯 还有我军战士们的思想 看来这并不是 一个简单的任务 这边说着那边 王耀武等人 已经被分配好了监设 王耀武和刘安国 凭借身份地位 成功住进了 功德林高级战犯寝室 他的室友友 国军第九兵团 中将司令官廖耀香 国军第三兵团 中将司令官张丹 国军这西施馆区 中将司令官周振强 国军第十五绥靖区 中将司令康泽 你们都在这里啊 我们比你早到几天 哎呦我的娘啊 这要是在南京 国防部开会 也很难碰到 你们几个啊 别说是国防部开会了 就是当年胜利大检阅 也没有现在 功德林的将军多啊